花一朵这样的花,注意两个小技巧 一花蕊先用硬笔头再用软笔头 用卷,有点像半圆的方式去做细节的表现 叠加不同的颜色 颜色堆叠满意后 最后用白色牛奶笔去做更细节的表现 第二个技巧是要非离的笔触 不管是像这样很细的方式表现纹路 或者是像这样压着的方式 尽量飞离纸张 接着示范一个花瓣来观察刚刚所说的笔触 可选择自己适合顺手的方式转动纸张去画 除了留下细线当花瓣的纹路之外 也可用浅色染深色的软笔头去做间层更细致的表现 观察真实的花 作为参考用铅笔打轮廓线 像这样先简化去观察 花瓣的造型 接下来上色先画花蕊直画到硬笔头的部分 接着我用软笔头画花瓣 我的第一个花瓣是先堆叠几支颜色 较为完整 而接下来这几个花瓣 我先用同一支浅色先上一层淡淡的堆叠之后呢 再加下一个颜色去叠加它的层次感 观察真实的花瓣颜色堆叠使它更有立体感 不要全部都涂满满的 避免平涂 记得非离的笔触 甚至留有一些白色 都会使得花朵更为写实跟自然 在颜色上也可以用笔头 沾取其他笔头的方式 让颜色的表现更细致 尤其是像这样有点非离的笔触 也可以善用一点点的笔触 去叠加颜色 这是一朵浅粉色的花 我选用深红色去做部分的叠加 强调一下层次的变化 都是用软笔头 轻轻细细的去做细节的处理 绿色部分呢 一样 可小心的加一点对比色 用软笔头去把花蕊的细致度 表现出来 整体再观察哪边需要再叠深一点点 最后白色牛奶笔 或者是白色碳金笔就可以上场咯 我选用棉花棒当涂抹小工具 这样子大致上就完成